相比于一撇惊鸿一见钟情 我更喜欢日久生情和男人寻味 都说茶这个东西越品越香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越品越香的人呢 我想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有多了解他就有多喜欢他 和很多人一样 认识王一博的时候有些晚了 陈情令播出后才认识了他 当时有的人说王一博不够帅 不过有一种答案是 他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各花入各眼这就足够了 剧中的蓝忘机令人沉迷 至今为止也没办法从那个坑里走出来 不过喜欢你是从蓝忘机开始 却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角色 慢慢的开始去考古 却一点点了解王一博 也明白了什么叫做上头 原来王一博是男团 UNIKE中的一员 跳舞一角 刚出道的时候还没有成年 与哥哥们在韩国待了很多年 那个时候的王一博与现在完全不同 奶飘很明显 话很多 表情也特别丰富 爱说爱笑 哦对了 大家都叫他白牡丹 王甜甜 原来王一博还是天天上上中的主持人 已经加入天天兄弟三年多了 那一刻有一些惭愧 怎么这么多年了才发现 所以重新去追了这一档老牌综艺 一期又一期的看着节目 每一个镜头都不想错过 在天妈和哥哥们的宠爱下 王一博学到了很多东西 都说天妈一年给王一博报几百个兴趣班 王一博乐在其中 收获颇多 最终 王一博把自己在主持中的弱像 变成了独特的主持风格 原来王一博还是创造101中的舞蹈导师 有的学员比王一博大 小小年纪就已经被人称一生老师 原来王一博还是摩托车职业赛车手 在跑道上飞驰 他的努力 他的拼搏 他在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我 原来王一博还会划滑板 虽然是从零开始 但是喜欢的东西总是要做到极致 所以我们看到了走到哪儿 就在哪儿的滑板夜波 原来原来 因为了解王一博更多 就越是为他着迷 就越是可以坚定地说出那一句 我的爱豆是王一博 我只想陪着他走完娱乐圈 喜欢王一博 绝对不是因为一张点 而是因为他这个人 在王一博身上 可以看到坚持 努力 向上 拼搏 激奇 清醒 子之 谦虚 低调 好像这世间所有美好的词 都可以放在他身上 粉上王一博之后 浑身都是正能量 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正能量的偶像 记得王一博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的粉丝喜欢你什么 王一博的回答是 性格 是啊 实于颜值是有的 但是终于人品才是真的 王一博大帝是一个越了解越喜欢的人 可越越是了解他 就越埋怨自己 怎么就没能早点粉上他 怎么就没能陪他有过曾经难熬的岁月 喜欢到想要把你私藏 却又忍不住和全世界分享 王一博 可能来得有些晚了 不过好在来日方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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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